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面我们今天所观想的就是一步善业 前面生步善业一步善业已经讲完了 然后一步善业观想的时候 皈依和发心跟前面一样的正在观想的时候要想到 我们无始以来生起贪心造的业的话 在今生当中所想得不到不能称心如意 不能称心如意而且经常不愿意的很多事情 就降临在自己的头上这是贪心的业 然后我们造的嗔恨或者害心 经常感受在社会当中出现恐怖 不安 痛苦 忧愁等等 这些心 这些感觉平时自己的心不能安定 这就是以前我们造的嗔恨心和害心的果报 而以前对三宝也好 四弟产生邪见的话 那么我们即生当中会转生到持有邪见的 持断见 因果不存在的断见或者常见就像外道牌 有些虽然遇到了一些上师但是这个邪见一直是改不了 现在有些人都经常说我对上师三宝的邪见很重 再怎么样也是改不了 好像这种善根的心很难生起来 然后邪持邪见在他的相续当中很容易生起来 这样会导致恶趣的苦果 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应该想 以前自己贪心 害心 邪见所造的一切罪业 好好地在上师三宝面前忏悔 以后绝不能造 即使有时候产生这样恶念的时候 要立即忏悔 断掉 应该这样来发愿而观修 就不能做了一切罪业 我们在这些愿者中也会议到 我们俄罗语说 在这个愿者中有个世面 我们俄罗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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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看我 我能看我 我能看我